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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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节目啦 大家好 我是思思 我是阿乐 这里是VIP玩转普一道节目 我们又相见啦 阿乐这期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 SDV签证 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 SDV签证小攻略 什么是SDV签呢 我们从5点告诉大家 第一点 SDV签是泰国首次对外国游客颁发的特殊旅游签证 它的英文名是 Special Duress Visa 简称就是 SDV签证啦 第二点呢 我们申请的时间是从2020年的10月1号 到2021年的1月3号 从一年的时间可以申请到 SDV旅游签 第三点呢 我要告诉大家你的停留时限 首次办理SDV签 到了泰国可以停留90天 并且在这里可以去期两次 每一次都是90天 加起来是多少 27天 我有 270天 270天 非常长的一个签证 每个月 或者 我可以 推荐大家 嫁一个泰国的老婆 跟她结婚 像她一样就可以 OK 那么简单 不要重新赶那个签证吧 OK 那我们第四点呢 要告诉大家呢 她在泰国的这个 办理费用 只有2000泰铢 那其实没有头部也很便宜啊 相当于人民币呢 哇 430万人民币 OK 很便宜 那她的第五点呢 就是 每个月 还是有限的 每个月最多呢 只有1200名的外国旅客 可以申请ISTV邮签 OK 那这个呢 就是ISTV邮签啦 你想来泰国吗 你想来泰国 就很长时间吗 OK 你是泰国人吗 那就OK了 OK 那第二点呢 就是要符合 而且同意遵照 泰国的防疫规定 资源在隔离点 隔离14天 OK 那第三点呢 就是要出示在泰国的居住证明 那这一点呢 我们要重点说一下 这个证明包括什么呢 那第一点 集体隔离结束后的酒店 或者是医院的付款证明 那还有呢 外籍人士或者你的家属呢 在他的名下是有公寓产权 也是可以的哦 那第三点呢 就是公寓或者房子的这个租赁证明 也是OK的 OK 那第四点呢 就是购买了泰国房产的首付款证明 OK 那我们的业主堂 你们要注意了 如果您已经买过我们的房子 并付了首付款 如果想来泰国并申请STV预计签证的话 那可以与我们 VIP Tenet集团的服务管家联系 我们会帮您提供这个服务 或者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可以留言呢 那我们从七个方面啊 七点你需要准备的材料 第一点就是需要你提供护照的首页 还有证件照去参加公审了 好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注意的是 护照可以有效 是呀 要12个月哦 OK 那第二点呢 那我们需要申请人清楚声明 审批表 还有签证申请表 OK 那第三个呢 就是比较好的吧 那需要一个财力证明 那存款的证明 还是需要50万台铸 差不多是一万人民币吧 那六月的流水证明 OK 那也是需要50万台铸 OK 那是通过了这个审批之后呢 就需要支付酒店的费用 还有贴签的时候呢 是需要这些酒店呀 机票的证明的 OK 那第四点呢 就是保险 保险 很重要啊 OK 我可以帮你 帮你 那新冠境外保罗呢 支付第一多少钱 阿乐 十万台铸 喂 不是台铸啊 没劲 十万美金 十万美金哦 阿乐昨天晚上呢 有爱心 他的脑袋 他还要准备小肚子 哈哈哈 OK 那住院保额呢 不低于四十万台铸 OK 那资料准备好以后呢 就可以送到大使馆贴签了 一到两个工作日 OK 那第五点呢 是起飞前 要做一个72小时的核酸检测 加食品证明 那这些都是什么呢 就是中文心电毒啊 水啊 常规啊 身体检查 但是这里要注意啊 他一定要是 中英文 中文 对 对 那第六个呢 就是需要你的 ASQ 群电预订单 及付款 证明 那第七点呢 就是你隔离完以后 出示酒店的住宿 或者是台湖房产证明啊 那OK 那我们的七个条件都满足以后呢 期待小朋友 我们拿到你的IST 为特助流签 他会与你的COE 入境许可证 一起办法 那当你入关的时候呢 是要出示这两个单 OK 我们在土津期待这个冬天的旅行见 那我们的口号是 风里 雨里 普居东地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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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